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抗戏景品大话红娘,2018年的话题大剧是怎么练成的? 作为国产首部剧教红娘阶层的行业剧,大话红娘一经曝光就要得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他的独特出身一开播,注定就心情十足,不知不觉中,第一批90后已经疯了,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,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。 等热门文章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,第一批90后成为当下网友口中最热的词汇。 虽然这些说法相当一部分都有玩笑的成分在,但实际上我们却无法避免其中一个关键词。 那就是,90后已经步入了晚婚晚律,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的阶段了,相亲已经成了90后,大家男女逢年过境绕不开的话题。 最近小编发现正有一部从相亲角度出发,聚焦职业红娘领域的都市情感剧正在央视黄金当热播,电视剧大话红娘。 其本身的话题性在观众和网友中犹如头下一枚原子弹,引起纷纷热议。 该剧由中央电视台,康熙影业,德峰影业,空中银河联合出品,康熙影业制作发行。 著名导演王小康在镀元首金牌编剧《王静如》打造,张立、杨硕、张大峰、王姬、王立云,将昌道实力颜值兼具的演员连终演。 大话红娘这部剧,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美丽? 她又是怎样说众观众柔软内心的呢? 让小编,带着大家好好解读一下其中的奥义。 一,有趣的灵魂,接地气的故事,首次直面红娘百态,360度解锁画样相亲姿势,近两年,不少一独特行业为背景的剧集逐渐展度头角,以猎头行业为焦点的猎场,城市翻译行业的亲爱的翻译官等,都以亮眼的成绩在观众群体中引起了一番讨论,而作为国产首部剧将红娘阶层的行业剧,大话红娘一经曝光, 就热得不少网友的关注,她的独特出身一开播,注定就心情十足,整部剧从一场小区强琴活动切入,开场夸张的喇叭,洗脑式的相亲口号,嘻嘻嚷嚷的人群,在一阵热闹的场景, 主角们相继亮相,踢笑皆非的对话语言,真实细腻的动作表情,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,这熟悉的场景让观众一秒入戏,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伴随着剧情推进, 更多花样相亲场景,将会被逐步解锁,轻松欢快的画风,喜剧的剧情偶像,使得红娘行业的面貌,一步一步展现在观众眼前, 被故事斗得忍惧不禁的同时,更对后续的故事好奇不已,区别于其他行业剧,大话红娘最新鲜的,还是铺材职业红娘的生存把态,将婚恋行业的神秘面纱如今揭开, 不仅科普了红娘产业的生存之道,清出了大众锚点,再更加了解该行业之余,还科普了不少必备的脱单戏呢,让网友大呼收获满满,此外,大话红娘在故事、人设以及看点设置上, 也让八十、九零后年轻观众产生情感过一名,对婚恋观有了新的认识,更学会了珍惜当下,真实婚姻,能够更好地对待生活。 二,创新的背景,喜怒有话题,立足生活,嫉妒中国式的婚姻与家庭,艺术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。 大话红娘,将日常生活中的点点兮兮彩写出来,并将强烈的写诗手法和戏剧化表现手法完美平衡, 剧中将诸如代价女博士、妇科男医生、谦选相亲、孙偶结婚等任意关键词投放在故事中、影评上,每每都能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,成为大家关注的强大社会话题性。 而反观我们的生活,都是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。 八十,九零后整些忙于工作,钞票房子生存都是当务之急,但恋爱婚姻却自然被忽略掉。 每当逢年过节回家,大家无一例外都成为被催婚族、相亲,被介绍对象成为父母对孩子最关注的焦点。 正因为如此,剧将红娘及婚列等话题的电视剧《大话红娘》应孕而生,相信无论是催婚一族、被催婚一族,与此相关的百姓们,都能在该剧中对号入座,找到自己的影子。 关注十字家呢而然有很多话,想要一吐雷快,也因此,《大话红娘》新的剧集一播出,都能带动全新的话题。 该制成为2018年开年话题剧王并不意外,完全在意料之众,而出了故事之外。 《大话红娘》透露出的责恶观、婚恋观更是出众观众兴趣点。 无论是80、90后的恋爱故事,还是父母一辈对子女最偶的期盼,都深刻反映出当下中国社会在思想观念、生活习惯方面的碰撞与融合,引起所有人对家庭关系的反思。 在用爱情点燃观众心跳的同时,也唤醒年轻人对长辈的关心与呵护。 三,故事有品质,精品术标嘎,主创合力突破安全区,康熙夺元开拓新领土,无论是演员、编剧,导演还是制作。 《大话红娘》作为央视相众的开年大戏,在品质上自然是有保障的,也是康熙影业2018开年的精品制作。 那小编从四大维度解读《大话红娘》的精品缔造之路,跨代实力演员通台标戏,全新形象吸睛无数,在青年演员张力、杨朔、张大峰领衔、王基、王丽云,将超亲情加摸之下。 电视剧《大话红娘》选择实力花旦加演技小生加金牌戏谷的演员搭配,从阵容上足见片方制作成一。 其致温暖的长腿女神张力在南元宝北京青年中的亮眼表现,让人印象有深,她不仅演技颜值同时在线,其优雅的知性形象更是深入人心。 在《大话红娘》中,张力一改往日、凌平、高冷形象,化身任性女博士都小小,先是理工和女博士的半相让人眼前一惊,后转行当上红娘后,又将内心狂热的一面完全,释放。 形象风格的版转和表演弹性的自如切换,将观众爱她的双脸演技鼓掌。 在《我是特种兵神奇兵》、《刀客家的女人》等剧中,一截然不同的角色出现的杨硕,因此演欢乐宋里明朗制成的包一帆成为新一代影迹男神。 而这一次,杨硕一向遗憾,霸气的形象,选择妇科男医生高文博,该角色从叛逆暖男成为绅士精英,不仅是心理上的成长让人期待,她评出金剧也让网友爆笑不已。 同样的,在《花千古特勤精英》等剧中收获无数名媚的张丹丰,同样是新生代实力派演员的代表,她此次跳出绅士暖男的框架,永挑心及波尔延峰,通过小手段和小气谋与高文博展开主爱大战。 腹黑的模样也让人悲感期待,再加上剧中两位妈妈的扮演者王姬、王丽云以及花乐丹丹江超,大话红娘的演员演技全部在线,全现实力派标戏,将故事的精彩程度在上映成,王还在和体验见出击。 竹中不便拥抱年轻,自刺淡化红娘的幕后班底不容小觑,首先选择金牌导演王小康全面操盘,作为曾指导过中国家庭劳工的春天、闪花、心理设时代、钱多多嫁人记、圣母门彼岸花等多部家喻户晓的作品的知名导演,她竟致细腻的拍摄手法为带致增加了不少亮眼之处。 此外,她曾荣获中国文化奖、最佳导演奖、中国剧马奖、精英奖,并多次荣获全国歌牌的收视金奖等,相信,而编剧则选择了有着新女婿时代,老公的春天的知名作品的王静如。 她与导演王小康可谓最佳拍档,两人的默契在多部作品的合作中已经练成,作为擅长家庭婚恋题材的编剧,王静如每部作品, 都能牵重普通观众的所思所想,展现出生活摆态,演发强烈的情感共鸣。 这也是大话红娘已经播出,竟引发如此热议的原因之一。 双王合璧,在坚守深耕现实,内容为王,制作景品的初心下,大话红娘成为她们拥抱年轻观众,走进年轻人的生活的全新尝试,影视作品多题材全放位, 康熙为国剧再造精品,而大话红娘能够集结实力派演员,并拥有金牌导演,知名编剧全程护航,这一切都离不开背后操盘手, 康熙影业的满满诚意和高度降薪,作为传统影视公司,康熙影业以电视剧研发,制作,营销建厂,一直以来秉承大板创新, 制作景品的理念,不断输出油质剧题,其中一方面,康熙影业以行业政策为导向,制作用户符合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, 传递正能量的作品,大力度投入证据,现实主义作品的开发锻造之中,另一方面,他又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求新求变,努力寻找观众的兴趣观点, 融入忽略思维,挖掘大IP,二次元,青春题材,与时俱进,做到与时代接会,与社中共鸣,努力缔造精品剧集, 新的一年,康熙影业的宣武门,《彼岸花多不大志》《史诗呆发》《梦想之城大西千》等作品也即将开机,其中,史诗巨制宣武门一曝光片花, 伴博大气的格局,重现百年争容岁月,剂美电影质感的精致画面,染起国人的家国情怀,令人翘首以待, 改编自阿尼宝贝同名人气IP的都市情感剧《彼岸花游新女郎》, 临远搭到人气小声送为龙领贤和瑞冬,王妙青等实力派演员主演,短短几分钟的剧情片花, 梦幻般的艺术美感,青春亮丽的生活元素,抽象化的文艺气息, 让所有人看到康熙影业的无限可能,相信到这几部剧给予观众见面实际,定会生活无数赞赏。 再回到《大话红娘》这部剧,截止到今天已在央视播出了12集, 都小小能够成功转行,以红娘身份再出发, 高文博宇都小小的感情能够更进一步,心机欧延峰又会用哪些腹黑小动作从中走梗,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,每晚19点30分持续关注央视,跟随《大话红娘》欢喜脱单, 总之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备案管理和违规处理, 百叶追凶,原创新品网剧的《你是突围》年度网剧, 熟续转载请在文章开头出名来源,并附下原文连接, 更多资讯请登陆手机版综艺家人, Fungageia.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